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啥我上面也看不着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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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 我走上来了 那底下还得堵一段 我直接到停了场口了 我们在上面等他们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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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给你个技研拖探 好多人啊 这都已经10点多了 发现吗 还这么多人 看这样他们真的是24小时开业 这几天72小时都营业的 对 今天这个温拿开业啊 垃圾 你喜欢这车的吗 帅 我喜欢他的发动机 他其他地方还哪好呢 兄弟们 他还哪里好 上车 你先跳一个 好吧 兄弟们 我们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 来 我一起来拽一下 好吧 人家开大技 好勉强哦 来 来 来 再发现一遍 走 走 我走了 兄弟们 我走了 我们骑着 骑着电动车 看人家的大技啊 是不是膨胀了 兄弟们 感觉我们是不是有点膨胀 这咋玩啊 我 你说我们容易吗 今天就是来看看豪车 对吧 我把电动车停在路口 停车场 今天看咱们有什么豪车啊 往右捆开里面 还没有焦了 还有人快點开 你看 听人家收音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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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这个名字有名字很哈留意 孟琴 F350 勇士 骑这车多好 2块 大家想不想要 想要的朋友就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舞台 对不对 来我们的摩托东西休息一下 中场休息一会儿 那么待会我们将会 社交万达72小时 对 说营业72小时 送出你们辛苦的最想要的帮名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现场的对付 要有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神秘嘉宾 他究竟是谁呢 要为你一起看一下大礼物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一段飞铁 一起来走 兄弟 我什么八路者酒神 自封的 吹牛逼的 别搞我 别搞我 我喝酒不行的 竟然有人跟我说 这个乖乖 想跟你喝酒呢 听说你是霸主者的酒神 我想跟你对决 哈哈哈哈 有人要跟我对决 问问小小好了 好我问问 小小好了吗 小小啊 明哥今天碰见撒平霸主神了 我听那个 搞钱说了 黑痴大哥还生气了 是吧 哎 你看我还好没在下面吧 我如果在下面到现在还在卡着呢 兄弟们 我还好 只是意识下 什么声 对呀 冯国伦 冯国全 你是我们直播间叫啥名啊 拒绝广告是吧 是的呀 给黑痴大哥气死了 来就关注他 他是个什么玩是吧 关注他 亲爱的 你慢慢飞 这是两只扑了蛾子是吧 这首歌 亲爱的 明老头 照我日的 感谢你今天的飞机啊 让我喝了杯奶茶 哈哈哈 亲爱的 你张开腿 是吧 哈哈 扑了蛾子是吧 两只扑了蛾子 你们的通行车 搞钱的车吧 是啊 搞钱的车啊 真心感谢搞钱 天天过来给我们又直播 是吧 还会接我们送我们 你就说这个徒弟多好 哎 搞钱真的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孩子 天爱的 你张开腿 哈哈哈 leider Let's go 去哪边 去哪边 跑行 你倒 我来倒吧 谁倒 我倒了但是 右边 右边 要走 是吧 右边马上走 喝酒TV要开始了 你们有人会唱两只破了鹅子吗 今天以后要一下 有人会唱两只破了鹅子吗 我这边一年多没来了 这两年没了 千万百一百 一百就坐上那两只 直走还是一百 大航就直走 千万百一百 直走 就按导航楼吧 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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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走就堵了这呗 直走就这里一点堵 过来就不堵了 走那个湖西大道 直走了之后走湖西大道 大概过两只 你会啊 左边 左边是空的 慢点左边 别人不让你进去啊 车面 别人排过来你想插进去啊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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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直先打着右拐 打着右拐 执行车道嘛 好 那就执行了 好好好 这个牛皮还怎么玩 好多人啊 只有两公里走到湖西大道站 然后走湖西大道站 走湖西大道就到了 到前开车 重庆开车不都很猛吗 我如果过来肯定会跟你们讲啊 导航没用的 导航在重庆是征服不了重庆的道路 这嫖客就是嫖客啊 是不是 嫖客就是嫖客 亲爱的 你转开腿 让我的小鸟进去喝点水 我操 亲爱的 这帮狗逼 厉害了 这个字幕有天分的 不是 是他们写的 他们写的 谢谢盲侣的赢过吗 找这么多问号啊 学坏了是吧 是谁教我的 刚刚那个嫖客 你给我出来 别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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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兄弟 感谢你感谢你 有这个心已经OK了 你看着 牛逼吧 拿着 谁啊 我退回了 退回了 直接这都不在直播间刷 要要发红包的 我直接退回了 是啊 真支持明哥 真的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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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新年后来 不是不是不是 明老头明老头 哎你这歌都是陈一发的嘞 没错 九百米又转啊 九百米又转啊 要过又回零 那有一个四十个限速 一起高车 高车嘛 真心感谢真心感谢 拦截可在看着呢 胆大了是吧 我就读个弹幕而已 我怎么了吗 三菱可以是吧 欧兰德好开吗 高天好开吧 欧兰德还可以的 在你没有车用的时候 开什么车 只要方便 就是好车 在你很多车的情况下 你才会去挑一台车 好不好开 减震软不软 空间大不辣 当你要泡妞的时候 你就会说 哎呀这个车不够拉风 不太好 当你如果跟别人飙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呀这车提速真慢 当你越野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这个车 哎呀底盘有点矮 所以说如果只是家庭代步 在你没有车的情况下 甚至打车都打不到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有一台车 你会发现这台车真的好 打车都打不到了 是的 有一台车已经很好了 所以说 欧兰德的话 要买了个2.4身的 这个2.0的不行 所以说这个车 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什么的 得在什么情况下看 对不对 对于我来说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台车 哇太满足了 别说这个 就是老款商旅 我都很满足 老款商旅很贵的 人啊 平时要懂得满足 在平时 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 你还能挑剔什么呢 那天我看到一折消息 我每天住着多少亿年的地球 是吧 晒着50多亿年的太阳 坐着1亿多的地铁 我膨胀了吗 是不是 1亿多地铁应该还不止了 哈哈哈哈 卢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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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郑州的 都是比较 都是老一千倍啊 玩车的 这车也不便宜 二十大几万 是不是 我跟你说 搞钱原来 亏的只剩车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容易啊 好兄弟啊 今年这个夏天真的亏死了 我们回酒店 到楼下去吃饭 然后明天下午4点钟 我们进阳路上啊 前面 二十米又转 那就这个空虚灯吧 五百八十米 哦 五百八十米 卢林军开的是郑州日程 那我就不知道了 来开他车